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22号至25号将访问比利时布鲁塞尔 与北约各成员国外长及欧盟官员会晤 共同讨论北约改革 网络及能源安全 疫情与经济 中共与俄罗斯等议题 在对华政策上 拜登政府提出要与盟友一道处理中国问题 上周美国国务卿与国防部长走访了日本 韩国 防长还单独访问了印度 日本与印度对于与美合作 应对印太地区的安全问题都有明确表态 另外布林肯上周还会晤了中共外交官杨吉池和王毅 两人的战狼外交表现令外界错愕 不过在美中会晤后 布林肯表示虽然两国有分歧 但在某些领域仍有共同利益 中共官媒新华社周六报道称 中美将建立一个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 似乎是在回应布林肯的说法 本周在布鲁塞尔 布林肯是否会再度提到新疆 香港和民主人权议题 欧盟及北约会如何回应 受到关注 新唐人记者李澜 刘芳 综合报道 佛优优独播剧场——